认真办光电弊案 台延绿能前董事长 陈启玉涉嫌关上勾结 早到生押 但一号召开家庭 陈启玉却根本没出庭 知情人士猜测 陈启玉可能已经做筒子 偷渡出镜 放台来 这要坐汤是要拼命的 结果他也是同样要走 你就知道说这事情有了 你走通常有人 三里面脚也没在搁 减着要了解 本案还有其他重要的比较 陈宁老弊案到现在才办 该押的人没有押 该办的人没有办 身为绿营局系大将 陈启玉曾是高雄市副市长 在高雄地方势力雄厚 知情人士分析 诈骗集团数十人要搭转出镜 都不是问题 何况堂堂前副市长 如果真有犯罪事实 应该不会放过这次 可以逃跑的机会 但其实系隆界早已失际 回顾这段今天爆料 连书粉专不远了新闻还说 陈启玉落跑 谢龙介是先知 但是网友炮轰 明明已经当着部长的面 公开检举 要求有关单位抄前部署 怎么牵扯上一的光电弊案 还会让人不见 我们的检调不是很神勇吗 都能够监听监控 结果怎么让这么大咖的跑掉 让外界感觉是 面对绿色的圈柜 可能有放人的一个嫌疑 多久以来你们都可以 透过手机去监控 为什么这是让人跑掉 现在检调是没有把人顾好 还是故意放人 真的让这个案子办不下去 还是说这个案子背后 会牵涉到更高层的人 身为光电弊案 关键的旅游有动作 疑似潜逃出境 再也质疑背后 可能牵涉更多 不可告人的巨大秘密 热热热成真采访报道